PS0基础入门第45课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是一种非破坏性编辑的方式之一 今后我们会学到更多的非破坏性编辑的方式 今天我们算是学习第一种就是智能对象 先大概说一下这个非破坏性编辑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在不破坏原始数据的情况下 可以对图像进行各种各样的编辑 而且原始数据会被保留并不会被更改 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作为非破坏性编辑 智能对象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回到这个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是一种首先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图层 就是先跟图层的概念先关联一下 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图层 它包含了原始数据包含了像素图像的数据 包含了或者是包含了矢量图形的图像数据 并且我们在去编辑的时候原始数据会得到保护 并不会发生改变 这就是智能对象 一种特殊形式的图层 怎么样创建一个智能对象 首先我们可以用菜单的方式 菜单智能对象 然后转换为智能对象 我们先选中某一个图层 然后直接用菜单 可以 然后在面板上 图层面板上也可以直接用机 然后也可以转换为智能对象 我们先将文档操作一下 我们创建了三个层 在每个图层上画了一些像素上去 我们可以用菜单的方式去创建一个智能对象 比如说图层一 我们创建一个智能对象 转换为智能对象 然后它就转换为智能对象了 智能对象它的图标跟图层 这个缩览层有一点区别 就是它有一个小图标在这里 比跟普通的图层的缩览层 有一个区别 是不一样的 这是对一个图层转换为智能对象 也可以对多个图层 或者是图层组也可以 然后选中 现在在面板上转换为智能对象 直接就可以转换为智能对象 首先依然要记住 它是一个图层 创建了以后 就是把原来的几个图层或者图层组 好像是把它压缩成 一个图层了 相当于是 这个智能对象的也可以和平时 我们的概念就是压缩解压 比如说我们平时 一个文件它可以压缩 那么多个文件也可以压缩成一个 一个或多个文件压缩成一个 这个智能对象的也可以这么去看 比如我们刚刚图层一 它被压缩成一个图层 然后二三图层 我们也把它压缩成一个图层 这样就是理解 就是更加形象一点 更加直观一点 也比较容易理解 这个就是创建的方式 通过面板或者是通过菜单 也可以直接 在打开文件的时候 打开文件 我们发现这个文件菜单 有各种各样的打开方式 其中有一个就是 置入嵌入对象 这种也是打开文件的方式 只不过它不叫打开文件 我们置入嵌入对象 然后选择一个置入 会发现它把一个文档 直接转换为一个 智能对象 并且嵌入到我们当前的文档当中 这样就可以 也可以创建 用打开文件的方式 置入嵌入对象 也可以 创建一个 这个智能对象 这是创建智能对象的三种方式 菜单 面板 或者是文件打开 刚刚提到了有平时的文件的 加缩解压 那么现在是把它压缩了 那我们能不能解压呢 能不能再转回去 回到原始的状态 把它解压了以后 能不能有这种解压的操作 在这个比较老的版本 现在没有直接 回退到图层的 回退到原始的那种状态的那种功能 但是新版本 就是PS2019版本 是21.0的这个版本 或者是以后的版本 它都可以直接把这个智能对象 直接回退到原始的图层 或者原始的那种图层组 但是我用的 这个是19.0的 这个还没有引入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就没有办法操作 用通知的话说 就是把它解压 把它再展开 把它再回退到原始的那种 图层的那种状态 是没有办法回退的 在西版本中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 一种变通的方式 就是可以把它 删格化 比如现在它是一个智能对象 现在我要把它转化为 普通的图层 可以右击把它删格化 删格化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图层了 但是它并不会回退到 那种原始的图层组 或者原始的那种图层的状态 只是拼合了一下 拼合成一个图层 但是它已经不是智能对象了 就是智能对象 回退 那么我们还能不能编辑原来的原始的数据 因为它智能对象 它有一个保护的那种机制 为什么要用这个智能对象 因为它可以保护原始的数据 不被破坏 而且你还可以在上面进行编辑 那么我想现在想回头编辑一下原始的数据 行不行 可以编辑 编辑的方式就是右击 你会发现在面板上右击有一个编辑内容 我们点开 编辑内容会在新的文档窗口中打开 把二三两个图层 它会直接打开 这个时候看到的就是智能对象的原始的数据 就可以去编辑 可以去旋转各种各样的编辑 它就是一个文档 可以直接编辑 我们为了更加有比较 我们比较着这样去操作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变小一点 编辑了以后我们在保存的时候 这个智能对象的图像也会跟着去变化 我们现在保存一下 你两边都看着保存 它这个智能对象也会被同时改变 我们这个小张口是编辑的智能对象的原始的图像数据 编辑了以后智能对象也会发生一些 同步的会保存一下 同步发生改变 当然这个新的文档窗口我们随时可以完毕 这是编辑这个智能对象原始数据的方式 这个智能对象的本身 你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编辑 你去旋转 变大变小都可以 就是编辑智能对象 或者是你还想编辑回退到原始的状态 再去编辑原始的数据都是可以实现的 这个就是智能对象 如果我们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如果对某个图层 对某某一些图像的数据 想把它保护起来 就可以先把它转换为智能对象 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就不担心哪些数据被破坏了 或者是应用了不该使用的东西 然后这些数据会被损坏 用智能对象就可以防止这些状况来出现 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